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加入我的配出源会员 竟想有证书的独家魅力 作为会员你将获得以下特权 提前收听,抢先体验最新有证书 会员专属内容,享受只处于会员的独家故事 投票权利,参与投票一起决定下一部作品 点击视频下方链接,成为配出源会员 或者去用商店下载配出源 然后进入配出源搜索海量有证书 一起探索语言的魅力开启独特的听书之旅 期待在配出源与你相遇 这是神龙皇朝秘密武器的重要能量资源 看来你们邪云殿野心很大 不仅要铲除通天境的青年 还要发动战争重新建立起皇权吗 这是冷吹血都没想到的 在他意识到江臣所说的是正确时候 内心惊讶不已 这个家伙如果不铲除的话必成大环 冷吹血现在是站在斜云殿的角度想问题 或许江臣现在的实力不够 但光是这份动场力就已经很可怕了 江臣没有理他 打开一个箱子 目光立马被吸引住 四方形的大箱子里面 整齐的摆放着和鸡蛋差不多的珠子 珠子里发出具有欺骗性的光芒 仿佛不存在外壳 但拿在手上却很冰凉 神龙珠 神龙皇朝的皇室子弟 用来修炼的宝贵资源 听说每次上次都不会超过三颗 哪怕再优秀的天才 冷吹血语气带着震撼 箱子里面有近百个 两人的待遇 在这方面都比得上当年的皇子和公主 不过他眼里并无贪念 因为神龙珠对他来说用不着 你不用看了 在我们邪云殿也有神龙珠 但除非是身怀黄血之人 根本用不上 他还向江臣说道 为什么用不上想过没有 江臣问道 用不上就是用不上呗 冷吹血还真没想过这问题 因为神龙皇朝的弟子 修炼的是龙族功法 神龙珠就是人与龙的力量转换工具 江臣说道 真的假的 冷吹血不相信他有这样博学多才 问道 但你说的也不能解释 为什么不是黄血之人不能修炼 神龙珠已经是完成品 皇室弟子只需要吸收便可 而神龙珠就是神龙皇朝的命脉 江臣说道 神龙珠听上去的作用和龙珠差不多 可龙珠的功效不是这种量产的珠子能相比的 神龙珠里面的力量相当于江臣通过龙珠 修炼龙相功得到的神龙之力 那些皇室弟子只需要吸收神龙之力 就可以练就龙族的功法 听上去很不错 但是一旦失去神龙之力 皇室弟子就会束手无策 功力无法在尽 为什么会这样 你不会又知道吧 冷吹血说道 这关系到神龙皇朝的一个天大秘密 他不相信江臣会知道 很简单 神龙皇朝的第一任君王 要么是神龙 要么是人龙 人龙是指神龙和人生下的孩子 能够修炼龙族功法 炼就神龙之力 冷吹血冷住了 不由脱口而出 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就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问呢 江臣轻笑道 冷吹血受不了他这样的自信 却无言反驳 他看了一眼地上的宝物 道 看来你要失望了呀 阎龙之经要上交 神龙珠用不着 几十件灵器 你更看不上 确实有点寒酸 密藏仅仅是这点程度吗 江臣失望说道 咸云店对密藏的了解 也只有三成 给我们的钥匙 也只限于这三成之中 冷吹血说完这话 立马露出后悔 嘀咕道 我和你说这些干什么 嗯 江臣突然感觉到 一股热流 从手掌心传到身体里面 他拿在手上的神龙珠 则是失去光芒 能量耗尽 你 你难道也是黄血之人 注意到这一幕的冷吹血 惊呼道 江臣则是感觉到 体内的神龙之力得到增强 明白了怎么回事 原来是自己人 不早说 冷吹血忽然热情地 拍了江臣肩膀一下 江臣愣了 邪云店是神龙皇朝的 残余力量建立 而被认为拥有黄血 肯定和邪云店脱不了关系 难怪你刚才对皇朝 知道的这样清楚 我说嘛 冷吹血又道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江臣眼睛一眯 肃然道 冷吹血见他这样子很意外 也有些不确定 眼神带着怀疑 江臣也以同样的眼神 看着他 没错 是我误会了 冷吹血给了他一个你懂得的眼神 一路上对他的敌意开始消减 江臣要的也是这效果 故意在他面前将这一箱子的神龙珠尽数给吸收 那你自己吸收数百颗神龙珠 他体内的黄血肯定十分纯正 冷吹血看到这一幕更是深信不疑 按道 他说不定是有着正统黄血 安插在英雄店 他不知道的是 江臣能够做到 是因为体内的龙珠 源源不断的神龙之力在体内汇聚 现在我的战力 能登上战力榜榜首 境界不变的情况下 江臣实力又是突飞猛进 你走吧 我不杀你 旋即江臣故意向冷吹血说道 本应该二话不说就离开的冷吹血 却没有挪动脚步 而是说道 你体内的黄血很纯正 在密藏中格外重要 不如我们来合作如何 原来你还知道其他的宝物啊 江臣冷笑道 嘿嘿嘿 也不算是吧 你把钥匙还给我 冷吹血接过钥匙 伸到他面前解释道 钥匙能够指引我找到密藏中的宝物 而当三把钥匙的指引方向 碰在一起 就会指引我们去一处关键的地方 真的 是的 那个地方比这里规模要大数倍 也很危险 但如果拥有黄血 就会很方便 冷吹血说道 江臣犹豫了一会儿说道 和你合作可以 但要保密 当然没问题 冷吹血一点都不意外他会这样说 旋起两人原路返回 回到空中 但在确定新的方向时候 江臣突然发现 有人在往这边逼近 数量还不少 江臣正想藏起来 但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的神石给笼罩 是你们英雄殿的人 冷吹血也发现了 宁目望距 远方的身影轮廓刚刚清晰 他就说道 我不会看错的 你们英雄殿的人气息都是那样讨厌 他没有说错 一支英雄殿的队伍来到这边 江臣 队伍中的墨剑飞 最不想见到的人就是江臣 所以脸上的表情精彩无比 见到他的时候 江臣开始在队伍中寻找着林晶宇的身影 但并没有发现 想来也是分散 不过 他却看到三个眼熟的人 站立榜前三的传承弟子 他们运气不错 进来的时候在一起 然后又碰到墨剑飞等人组队行动 这些人看了看江臣和冷吹血 随即注意到山壁上的铁门 顿时两眼发亮 你们是从里面出来的 不过铁门扮演 江臣人在空中 说明不是刚发现 而是探宝归来 顿时 他们一双双眼睛充满着妒忌 是 看在都是英雄殿的 江臣还是点了一下头 得到什么宝贝了 拿出来看看呀 其中一名传承弟子浮夸道 用着玩笑的语气掩盖内心的贪婪 我还有事 告辞 江臣皱了皱眉 懒得搭理 带着人就是要离开 站住 又有一名传承弟子开口 并且是呵斥 江臣这样藏藏噎噎 更是让他们惦记 尤其是他们发现了一件事 那就是认出了冷吹血 他是除魔棒第七的冷吹血 你竟然和他组在一起 莫剑飞开口道 这一下 十几个人把江臣团团围住 抓住冷吹血这个切入点 他们不必像刚才那样掩饰自己 他被我所勤 在我逼问下得出一些有用情报 江臣说着 看了冷吹血一眼 后着无奈叹息一口气 举起左手 包着纱布的手掌还在不断渗血 既然已经得到宝物 为什么不杀他 但对方并不打算就这样算了 因为他还知道更多的宝物信息 江臣说道 他的话让眼前这些人脸色变化 能看得出眼中掩饰不住的欣喜 那么我们就一起行动吧 莫剑飞说道 凭什么 江臣问道 因为我们怀疑你和咸云殿的人勾结 战力榜前三一口同声说道 那么 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字 江臣扫了这些家伙一眼 沉声道 滚 一个滚字叫人色变 接着就是愤怒 传承弟子板起脸 为首那人冷冷道 好啊江臣 你这分明是作贼心虚 我前不久杀死柳煞阳 和冷吹血怎么回事 也有不少人旁观 你们仅凭想象和内心的贪恋 就要定我罪 你指望我说什么 忍气吞声带你们去分我的宝物 江臣嘲讽道 在我们面前 你难道不应该忍气吞声吗 先前那位半开玩笑的传承弟子 换上严肃的神情质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江臣答非所问 杨非凡 他骄傲地回答道 战力榜第三 不过比我领先一千多点的战力 有什么资格说这话 江臣好笑道 放肆 杨非凡全都紧握 怒道 战力值和实战不同 那一千的差距 是你永远都追赶不上的距离 你这个说话水平 我确实有一定距离 江臣说道 你招死 杨非凡就是要上去给他点教训 但被身边的人拦住 那我问你 我够资格吗 这个人是队伍中发号失令的 也是实力最强的 许一鸣 战力榜榜首 正是 江臣看向最后一名传承弟子 说道 那你就是吴忠泽 战力榜第二 没错 吴忠泽有些意外 他问自己干什么 其他两名传承弟子 也是一头雾水 江臣嘴角掀起一抹邪气的弧度 目光挑衅道 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看看战力值和实战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江臣嘴角掀起一抹邪气的弧度 目光挑衅道 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看看战力值和实战的差距 到底有多大 今天这事 唯有分出强弱才有借口 江臣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要让三位师兄一起对付你 你也配吗 墨剑飞在旁煽风点火 制造矛盾冲突 当初在我面前还像一回事的你 可惜实力落后以后 暴露出你的本性 装出来的清高孤傲 再怎么逼真也是假的 现在只能是一条汪汪叫的狗 江臣说道 一句话戳中莫剑飞的痛楚 用力的民间嘴唇 死死瞪着他不放 和传言中的一样 悟空无人的江臣 确实有够狂的 身为传承弟子的许一鸣 吴忠泽杨飞凡三个人 无论江臣在英雄殿 造成什么样的风波 都没放在心上 就好像通天境的人 不会去在意神游镜 出现过什么天才 所以在看到江臣 这样目中无人的态度 怒火中烧 他们也不会按照江臣说的 一起出手 因为丢不起那个人 第三名的杨飞凡 朝着他飞过来 道 我来让你知道自己的话 有多愚蠢吧 去下面打吧 有人提议道 在这里维持飞行都吃力 更不要说战斗 既然不是分生死 没必要待在空中 江臣和杨飞凡都没有意见 落在一座山中 你确定一个人动手 江臣战意索然 仅是一个人感觉没什么劲 继续狂妄吧 杨飞凡把这话当成是挑衅 手里出现一把比人高的长枪 是一件九阶灵器 差一步就是法器 上枪斩鞋 杨飞凡持枪上前 枪芒手中成为一道金色的匹链 震得大山摇晃 山石不断滚落 战力榜前三 确实不是泛泛之辈 如果江臣没有经过武方和神龙珠的提升 打起来也会很费力 无量一刀 但现在嘛 江臣都不用剑 黑刀斩出 风雷齐聚 神龙之力喷涌而出 啪的一声 刀光从杨飞凡身上闪过 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不仅枪芒消失 就连长枪都从他手中飞出 杨飞凡满脸惊恐地站在那里 不可置信地看着满是鲜血的手掌 空中那些调整姿势 准备看好戏的人们 和杨飞凡一样愣住了 杨飞凡一刀分出胜费 墨剑飞满嘴的苦涩 也就是一个月不到的时间 两人的差距已经这样大 之前慕容渊说过的话 显得无比可笑 如果你们不服可以一起上 要不然不要挡路 江臣朝着天上喝道 许一鸣和吴忠泽相视一望 皆是从眼中看到震惊 就连他们也不可能这样 打掉杨飞凡的长枪 他一个月前还没这样抢 肯定是在得到什么宝物 墨剑飞突然激动大叫道 这让孩子犹豫的许一鸣下定决心 冲着吴忠泽点点头 两人也落在山上 江臣你太狂妄了 许一鸣喝道 吴忠泽把长枪捡起 丢给杨飞凡 用眼神向他示意 早点这样 也节约大家时间 江臣无所畏惧 只是看了一眼空中的墨剑飞 这个家伙 有机会的话 必杀之 感受到江臣眼神中的杀意 墨剑飞心中一颤 恐惧占据了内心 但是 他必须要毁掉江臣 不然 江臣就会毁掉他 你故意隐藏自己的实力 让所有人听事 留在密藏中和谐云殿的人走在一起 可疑 非常可疑 山中许一鸣还在说道 近日我们连手也要将你拿下 吴忠泽更是正义凛然 眼神锐利 江臣耸了耸肩道 一是为掩饰你们贪心 而是掩饰你们要一起出手 觉得丢人 拜托 能不能不要废话 我赶时间 这话直接让三人的愤怒飙升 也不和他啰嗦 同时出手 方才杨非凡雄壮浩瀚的枪盲 在这时反而是表现最弱的 许一鸣见世如虹 无坚不摧 所过之处 山壁被溢出的剑气和剑盲撕成粉末 吴忠泽的刀锋 更是锁定江臣浑身各处 从天上俯视 江臣的情况岌岌可危 你们英雄殿 还真是要脸呀 就连冷吹血都看不过去 讽刺一句 莫剑飞等人撇了撇嘴 没有回答 倘若江臣的境界高于三个人 那么三人看上去就会很英勇 然而江臣的境界 比最高的许一鸣第四重天 其他二人也都是如此 联手对付 堪称无耻 进来 刀提 江臣左手拿出赤销剑 但右手的黑刀没有入鞘 一剑一刀迎上三人 以一敌三 光凭神龙之力还不够 江臣动用神力 顿时 他所表现出来的气势超过三人 他的刀剑配合的天衣无缝 称得上是出神入化 几乎是在同时破掉三人的攻势 他的剑 用剑的许一鸣察觉到江臣的剑有所不同 不是水平高低的不同 而是一种本质的区别 就好像凡物和灵物之间 使得赤销剑发出来的剑芒 轻易将他们的攻势破掉 甚至就连能量扩散都没有 直接被碾碎掉 现在到我了 江臣双手交替挥舞 道逛剑影 透露出危险的气息 小心 许一鸣连忙提醒一句 不敢有丝毫大意 到这个时候 他有些后悔 只是 他的话音还没完全落下 江臣人就已经冲出 是要一次性解决三人 第一个目标就是最弱的杨非凡 小给我 杨非凡全力挥动着长枪 枪影层层叠叠 宛如千层浪 将周身防得密不透风 但江臣到他身前的时候 长枪又是被弹飞到空中 人更是倒地不起 接着是吴忠泽 他以最快的反应施展护体气罩 企图抵挡这一击 但他的护体气罩 在雷电和江臣的锋芒下 不堪一击 下场比杨非凡还要狼狈 最后的许一鸣大吼一声 施展剑法绝世 要和江臣最后一搏 长红剑法 一剑三式 江臣刀和剑施展同一招 黑刀和剑无翼 宛如第二把剑 两剑六式 许一鸣的眼睛完全跟不上 而且刀和剑的三式 不是一股作气完成 还会交替 他先是剑被打飞 接着被刀背狠狠抽在脸颊上 在天旋地转的旋运下 许一鸣倒地不起 现在知道你们有多弱吗 看着倒在地上的战力榜前三 江臣将刀剑入鞘 没有多看一眼来到空中 在英雄殿其他人吃惊的目光中 江臣出手掐住墨剑飞的脖子 传声道 从现在起 你就在心里祈祷吧 不要被我单独碰到 不然的话 后面的话 江臣给了他一个冰冷的眼神 放开墨剑飞后 江臣冲着这些人喝道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山上的战力榜前三站起身来 连不甘的眼神都没有 二话不说离开 我竟然还想着杀他 见到江臣的实力 冷吹血终于意识到 自己和江臣的差距有多大 也明白了之前的行为有多愚蠢 柳沙阳啊柳沙阳 你死得一点都不愿 他在心里嘀咕着 然后老老实实在前面带路 不敢轻举妄动 先休息一会儿 忽然 跟在后面的江臣开口道 冷吹血感到不解 他早就发现 江臣的飞行方法 是通过奥秘攻防 不是直接运转天制环 大大节省功力消耗 他都还没喊泪 江臣更不应该需要休息 刚才的战斗也是碾压式 不存在着剧烈消耗 回头看去 江臣全身皮肤通红 脸上能看到一根根凸出来的青筋 你一次性吸收太多的神龙珠 身体承受不住的 冷吹血忙道 就好像喝下烈酒 一开始没什么事 等到酒劲上来 才是要人命的 江臣只觉得体内的神龙之力达到一龙一象 还在往上涨 龙象公进入到第二层 这本应该是件好事 可他的公体 还才通天境三重天 正如之前黑龙说过的 如果境界不变 龙象公进入到第三层 他就会暴体而亡 此时神龙之力已经拥有二龙三象 只差一步就会进入到第三层 我要突破境界 帮我看着 江臣落在一棵大树上 将一个特别大的鸟巢 占为己有 跟下来的冷吹血神情复杂 这时候的江臣最脆弱 先不说杀死 反正他逃跑的话 肯定是能行的 但是他挣扎了一会儿 选择在树的上空盘旋 江臣试图稳定神龙之力 但无济于事 只好孵下突破的灵丹 运转起天极工坊 再通过神脉吸收着天地能量 这样一来 他的身体仿佛是要从里面被撑开 树果能量随时都会爆炸 没过多久 一声闷响 从江臣的体内发出 整片森林的树应声而断 江臣身子阳躺在鸟巢中 他伸手去摸肚子 生怕会碰到血淋淋的肠子之类 还好 一切正常 等他重新做起来的时候 境界顺利突破 达到通天境四中间 随之变化的弓体得以承受住二龙三象的力量 还好没在战斗的时候发生 江臣回想起来也有些后怕 他看那些神龙珠不过鸡蛋大小 就不以为然全部吸收 没想到会这样 没事了吧 冷吹血的声音从半空中传来 江臣很意外地抬起头道 你竟然还真的在啊 我需要你体内的黄血 冷吹血 冷吹血说道 江臣想了想 道 你应该知道 如果我真拥有黄血 就不可能是英雄殿的人 所以你才要求我保密 冷吹血 见他把话说开 也透露出自己的意思 江臣点了点头 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这个家伙实在太好骗了 冷吹血好像发现了什么 将钥匙拿在手上 并道 其他两个人就在附近 江臣点了点头 从纳戒中拿出面具戴上 走吧 冷吹血没有多说 继续在前面带路 没过多久 两个人在一条大河的上空停住 江臣的神识感应到 不远处有人过来 而且人数不仅是两个 可能他们找了帮手吧 冷吹血皱眉道 帮手 你们英雄殿的人 刚才为了宝物都能那样无耻 邪云殿也不例外 三把钥匙 意味着接下来的宝物分成三份 冷吹血解释道 钥匙只是找到宝物的线索 找到以后 无论对谁来说 其他两个人都是没用 自然不愿意平分 你和我合作 也是为了提高自己这边的战力吧 江臣说道 拜托 找人帮忙 第一原则是实力 不能高出自己太多 冷吹血自然不会随便承认 不过他说的也有道理 找来帮忙的人比自己还强 到头来 说不定给其他人做嫁衣 很快 持有其他两把钥匙的人先后出现 你们的速度有够慢的 先来没多久的冷吹血 不满的抱怨一句 那也只能说明你离得近 我们比较远而已 另外两个谐云殿的人是一男一女 男子的形象符合很多人对谐云殿的印象 那种从骨子里偷出来的疯狂 狡诈和凶残 都能直接从面向上看出来 女子倒是让江晨眼前一亮 他穿着灵甲 却露出身体百分之八十的肌肤 因为旨在要害部位穿戴 甚至江晨还能看到对方肚脐上 有块小小的红宝石 修长的瓜子脸 透露出妖娆和性感 毫不介意男人狂热的目光 跟着他们一起的队伍 都有五六个人 实力和冷吹血说的那样 比他们都弱了一点 不要浪费时间 到处都是人飞来飞去 说不定会被发现 那男子耐性似乎也不好 催促一句 接着三个邪云殿的人 就将钥匙丢向空中 三把钥匙互相吸引 在空中碰在一起 拼凑成一块圆盘 圆盘发出淡淡光芒 并且飞速地旋转着 在这过程中 他们脚下的河流 传出来不小的动静 河水先是出现不小波浪 接着剧烈翻滚 没过多久 一个通往地下的楼梯 破水而出 包括江辰在美 见到这一幕 都对楼梯通往的东西 感到期待 我们下去吧 冷吹血说着 就是要一马当先 等一下 结果 邪云殿的男女将他叫住 露出古怪的笑容 冷吹血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 可以离开了 男子嗡声嗡气说道 冷吹血一震 明白怎么回事的 他气得不轻 怒道 你们想要击开我 还不够清楚吗 那女子风情万种一笑 说道 你的实力最低 还只是带来一个人 没资格和我们争 笑吹血 我们是为你好 免得到下面去 见到了宝物 那可是要见血 才能结束的 长老给出三把钥匙 就是有意竞争 你不配 那么就离开 男子冷冷道 冷吹血咬了咬牙 朝江晨看过去 后者向他点了一下头 如果我说不呢 冷吹血立马底气十足 向二人问了一句 这个变化 对面的人都看在眼里 他们的目光都看向了 配戴着面具的江晨 冷吹血 你以为一个四重天的家伙 能帮到你吗 男子一眼看出江晨的境界 摇吐苦笑 没当一回事 莫狂 是你们欺人太深 冷吹血愤怒道 该说你天真 还是愚蠢呢 女子依然保持着 魅力十足的笑容 但下一秒 那双漂亮的眼眸 变得冷立 红唇张开 杀了他 得到命令 跟着他来的五个通天境 绕过他飞向冷吹血和江晨 杀气腾腾 人未踩死 鸟未食亡 我能理解你们 所以我给你们一次活命的机会 现在离开 江晨面具下传出低沉有力的声音 五个人愣了下 接着看了看彼此 忍俊不禁 手里出现一把把灵气 你虽带着面具 你虽带着面具 我们看不到你的样子 但你的境界 我们清清楚楚 其中一人说道 境界代表一切吗 江晨问道 还在装模作样啊 五人完全听不进去 采取包围的队形 把江晨和冷吹血围住 你们呢 江晨的右手缓缓抬起 放在黑刀刀柄之上 也不知为何 看到这个动作 五个人心中猛的一跳 感到强烈不安 江晨的右手缓缓抬起 放在黑刀刀柄之上 也不知为何 看到这个动作 五个人心中猛的一跳 感到强烈不安 江晨拔刀的动作 不是很快 刀锋摩擦着刀鞘 发出来的声音 让天地间安静下来 黑刀无光 刀盲无影 人们只觉得江晨身子掠出 人刀划出一道直线 在五人当中穿过 下一秒就是凄厉的惨叫声 五个人身子往下跌落 他们还没有死 艰难地抵抗着下降速度 最后掉入河水中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面 江晨看向笑容 江在脸上的咸云店女子 冷冷道 你会不会像他们那样幸运 幸运 反应过来的人 有些不明状况 那也叫幸运 倒是了解江晨 做派的冷吹血 知道江晨刚才留有余地 不然 五个人会在一瞬间死掉 但对于幕后黑手 江晨不打算轻易放过 好快的刀 原来你比冷吹血厉害多了 真是看得奴家心话怒放啊 女子无视她的杀气 反而再次媚笑 不知为何 伴随着这个笑声 江晨发现空间仿佛扭曲 耳边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远 小心 因为擅长让人迷失心智的 冷吹血连忙提醒 晚了 他已经听不到你的声音 叫阴眉的女子得意笑着 修长的玉纸夹着几根锋锐的银针 朝着江晨面部射去 毫无防备的江晨 成为一个火靶子 冷吹血想要上前去救 但被莫狂拦住 只听他宁笑道 刚才让你走 是你最后的活命希望 正打算动手的他 听见清脆的声响 是银针打在金属上的动静 莫狂回头一看 就发现江晨恢复理智 黑刀挡在身前 这点程度的迷魂术 也好拿出来丢人现眼 江晨嘲笑一声 一刀杀去 阴眉大吃一惊 妙慢的身子 宛如武者般转动 无数的银针 宛如风暴射向他 这些银针细如牛毛 能从雷霆神甲的 缝隙中钻过去 在江晨应付银针的时候 阴眉来到莫狂这边 能吹血你竟然就这样 强的帮手 你这是背叛邪运 将宝物拱手让人 莫狂指责道 能吹血好气又好笑 道 你们都要将我赶走 现在还好意思说这个 起码我们让你活命 这个人会和你分保不成 莫狂说道 说的就好像 你们比我还了解他一样 冷吹血并没有因此动摇 别以为你吻操胜券 莫狂撇了撇嘴 也不知从哪拿出一把成功 现在的情况 他不会拿出一把普通的功 反之 这是一件法器 追信公 怎么会在你手上 冷吹血脸色大变 脸上甚至能看到恐惧 当然是找长老借的 莫狂冷笑一声 懒得去看他 弯弓大剑 对准着刚刚化解 银真危机的江陈 不好 我们快走 冷吹血慌忙大叫着 不再惦记着什么宝物 你还是关心下自己吧 银妹换了个目标 来到他的面前 与此同时 莫狂的弓弦已经拉开 你知道的 追信公力无虚发 出剑必有人亡 银妹仿佛已经看到 江陈被剑穿心的下场 脸上露出迷人的笑容 刹那剑发敌势 不过 银妹还没听到 弓弦跳动的声音 就感受到 狂风般的剑气吹来 等到他回头一看 发现莫狂全身鲜血淋漓 只留给他一个 不甘心的眼神后死去 手中的追信公还没射出 自然不会有人丧命 跟着莫狂来的那些人 见事不妙 落荒而逃 银妹也想跑的 可江陈的目光向他看来 以及手中的剑也指向他 等一下 银妹还想说什么 但在他身后的冷吹血 抓住机会 一剑捅进他的胸膛 最讨厌你叫我小吹血 冷吹血冷冷道 银妹来不及说话 弃绝身亡 那边的江陈愣了下 接着将莫狂那把追信公 收入囊中 这是件法器 称得上是比较大的收获 和你合作 果然没错 冷吹血激动的 到这时 下面的宝物 就归他和江陈所有 下次 不要在别人背后出见 江陈说道 什么 冷吹血一脸茫然 不知道是在指什么 没什么 江陈摇了摇头 背后出见 他觉得不入流 但也知道 不能以自己的标准 要求别人 下去吧 两人先后从楼梯走去 一直到最底部 半个小时后 两人从原路出来 神情都很激动 江陈肩上还扛着一个大袋子 要知道 他可是有纳戒的人 这样子是说明 纳戒中已经被装满 合作愉快 江陈说道 到这里 他也懒得在骗对方 而且在下面 也没有用到黄血的地方 很有可能 冷吹血没有想象中那样愚蠢 故意和他合作 目的就是对付阴昧和莫狂的 不过 江陈懒得查清楚 打算就此分头行动 冷吹血没有意见 带着自己那部分收获飞走 下面的宝物 江陈毫无疑问 拿四分之三 而冷吹血是四分之一 另外 冷吹血把所有的神龙珠都留给他 我不会泄露你秘密的 你放心 临走前 冷吹血神秘笑道 江陈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清点自己的收获 大量的炎龙晶石和神龙珠 这两样在密藏中很常见 也是最值钱的 除此之外 江陈还在下面找到基本功法和武学 都是他用不上的 还有修炼的资源很罕见 像是灵丹妙药之类的 能够帮助人的境界提升 江陈明白为什么 修炼资源是最容易受到时间的影响的宝物 更何况神龙皇朝灭亡有百年之久 这也是密藏存在的时间 不过一旦出现存在着上百年没有消失的修炼资源 绝对是非凡的 话说回来 除了以上这些 江陈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三件法宝 加上那把追星弓 总共是四件 拿到圣丰商会拍卖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但是 凭借着江陈的赚钱本事 和高家少爷的身份 并不需要那样做 所以除了神龙珠 江陈满意的东西不多 炎龙金石价值是最大的 但对我还没用 江陈这样抱怨着 突然灵机一动 脑海中出现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用这些炎龙金石 布置成修炼的阵法 使得他在短时间内功力突飞猛进 想到就做 江陈开始研究起炎龙金石 没过多久 他得到一个令人精神振奋的答案 那就是 他的办法是有可行性的 在他的记忆中 有一门修炼阵法可以拍上用场 只是 这一世上不会有那么完美的事情 通过炎龙金石组成的修炼阵法中 会产生恐怖的高温 足以将人煮熟 不过 江陈拥有天凤真血 可以无视这一点 于是乎 江陈找到一头凶兽的洞穴 斩杀凶兽后 将洞穴作为修炼阵法的密室 这个过程花了他一晚上的时间 在成功后 江陈走进山洞 和想象中差不多 山洞中无比的炙热 山石都要被融化 江陈的衣服开始自燃 很快就被烧得一丝不挂 体内的天凤真血产生反应 他的心跳剧烈跳动 果然不愧是尊者都想要的战略资源 蕴含的能量这样恐怖 如果不是因为真血 换成是高家 其他人来都承受不了这样的温度 就连是他也处于一种 不算是好的状态中 如同在烈日下 普通人泡在沸腾的热水中那种感觉 与之相应的 就是雄魂的纯正能量 举例来说 山洞能够让人修炼的能量 和外面比起来 就如同这里的温度和外面 是一样惊人的 拥有天极功法和九霄神脉的江陈 开始坐在地上修炼 每过去一个时辰 效果就是别人的数月 同样 消耗掉的炎熔晶石也是大量的 江陈一点都不心疼 因为在当天下午 他的境界再次突破 达到通天境五重天 这才是我要的秘藏 没有修炼资源 我就自己创造 江陈朗生大笑 不能怪他这样得意 因为他布置的修炼阵法 换成是其他人 根本用不着 不说阵法的布置方法 炎熔晶石的重要性 光是一点 如果不是天凤真血 根本无福消瘦 而且我体内的火凤晶血 也凝聚不少 江陈又想到 自己还有两大香的神龙珠 脸上的笑容非常灿烂 旋即他继续消耗着炎熔晶石 用来修炼 又过去两天后 江陈的境界达到五重天巅峰 只差一步进入六重天 炎熔晶石还剩下不少 可理智告诉江陈 要停下来 身体需要一段时间消化 不可能一鼓作气冲到尊者 于是江陈又通过神龙珠 让神龙之力达到三龙三象 继续探跑吧 江陈撤掉修炼阵法 将资源塞进那界 这一天一夜消化大量的炎熔晶石 但是那界依然是满的 江陈穿上衣服 背着一个大袋子走出山洞 就是这里 不过江陈的眼睛还没来得及 适应黑暗到光明的变化 头顶就传来焦鹤声 紧接着 一支实力很强的队伍落在山洞外面 怎么会有人被人建筑先登了 这些人似乎是认为山洞里有宝物 结果刚来就看到江陈从里面出来 全都傻眼 宝物的气息消失了 又有一个人开口 是刚才说在这里的是同一个人 在听到这人的话后 其他人盯着江陈不放 江陈 其中还有一个人认识江陈 韩师兄 江陈看了过去 十分意外 那人竟然是甲级升龙榜前五十的韩思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认识的人在 那当然好说话 江陈好奇道 是这样的 我这位朋友有一些手段 能知道什么地方有宝 在他指引下 我们来到这里 韩思明说道 现在宝物没了 不是被他拿了 就是被他用了 韩思明嘴中的朋友是位女性 一双大眼睛格外生气 好像江陈抢了他东西一样 江陈皱了皱眉 看来是他的修炼阵法 能量太过雄混 都被别人当成是宝物 忽然 有几个人朝江陈冲来 进入他身后的山洞中 没过多久 他们从里面出来遗憾道 里面什么都没有 在这话后落下的十余秒内 这些人都用着莫名的目光 看着江陈 江陈轻笑道 就算里面真有东西 也是我先来的 是什么样的宝物 那带着队伍来的女生逼问道 我有回答你的义务吗 江陈反问道 女生没有说话 看向其他人 其他人的目光 落在韩思明身上 他是队长 也认识江陈 先来后到 确实没错 韩思明点了点头道 你能抢在我女朋友面前 发现宝物 班长 看来你确实厉害啊 过奖了 那我可以走了吗 江陈也很和气 当然可以 不过 我有一个提议 班长 孤身一人 不如加入我的小队吧 韩思明提出邀请 江陈看了看其他人 道 你的队员 不怎么欢迎我呀 我们连续飞了三个时辰 你知道在这里面 有多吃力吗 女生怒道 其他人也差不多 相同的情绪 千里迢迢赶来 结果被人截足先登 我的错 江陈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道 我如果知道你这样辛苦 应该把所有宝物都打包好 再搬到洞口外 等你来的时候 我再亲自送到你储物灵器中 你 任谁都能听得出 江陈是在嘲讽他们 李治也在告诉他们 自己的愤怒有多荒诞 但一个人李治占据上风的时候 很少很少 小子 你是不是太嚣张了 一点礼貌都不懂吗 五重天的境界 却没看到一点五重天该有的谦卑 队长邀请他加入 还那么多废话 在女生被气得说不出话来的时候 其他人帮忙出头步步紧逼 那么请问各位师兄拦我去路 我应该如何是好 江陈冷笑道 骑马 将你包里的东西拿出来看看吧 我们可是从大老远赶来的 有人说道 江陈提在手上的包有数百斤 对于通天境来说不算重 但看上去还是有冲击力的 够了 韩思明知道再不阻止的话 很难收场 因为他亲眼目睹 玉池洪是怎么死的 清楚江陈的性格 典型的吃软不吃硬 在朋友和敌人面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韩思明不想做他的敌人 不管里面有什么都与我们无关 强行逼他传出去好听啊 更何况他是英雄殿的弟子 韩思明说道 英雄殿 其他人一惊 戏验明显收敛很多 队长 就是要算了吗 女生不甘心道 你想当一个土匪吗 韩思明肃然道 女生顿了顿色 不再多眼 看在韩师兄的面子上 我可以告诉你们 山洞里面没有宝物 是我布置的修炼阵法 江臣说道 保持沉默的女生立马道 不可能 你以为自己是阵法大师 能布下那种级别的阵法 江臣什么也没说 重新将阵法布置 其他人一头雾水 只觉得山洞中传来滚滚热浪 女生脸色大变 他又感受到强烈的宝物气息 证明他是错的 现在 你们谁才是无礼之人 江臣问道 众人低下头 谈不上羞愧 但也有些不好意思 江臣 我代表队伍向你道歉 韩思明说道 没关系 江臣倒是无所谓 将肩膀上的带子放在身前 道 至于这个 是我在其他地方得到的 队长 我们走吧 犯错的女生不愿意带下去 不想再被江臣挖苦 江臣 你还没明确回答我的提议 韩思明却是没理他 等待着江臣答复 江臣看向女生 尽管他误以为修炼阵法是宝物 但确实有方法在密藏搜查宝物 而自己和冷吹血分开也没有目的地 能加入韩师兄的队伍是我荣幸 江臣说道 韩思明点了点头 热情地表示欢迎 恭喜你 成为队伍中最弱的 女生传音道 没让韩思明听到 这支队伍平均境界都在五重天以上 那可不一定 江臣也以传音回他 女生冷哼一声 不屑与他争论 没过多久 江臣得知他叫成青 手里有一件法宝 能推算出宝物的地点 没过多久 江臣得知他叫成青 手里有一件法宝 能推算出宝物的地点 在遇上江臣之前 他们已经找到一处地宫 和江臣在那扇铁门后面的收获差不多 平均到每个人身上都不够塞牙缝 不过这是江臣的看法 他们每个人似乎都很满意 看来是江臣小看了阎龙晶石的价值 小小的一块和尊者去换 能得到七八品的修炼灵丹和突破灵丹 江臣仔细一问 心都在滴血 按照杭情价 他之前一天一夜消耗掉的炎龙晶石 价值数十亿上级原石 现在剩下的晶石不到十分之一 数十亿上级原石换来的修炼资源 足以突破将近两重天 不过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时间 仅仅两天不到 所以江臣尽管心疼 但还是决定继续 有反应 在不远处感受到宝物的气息 突然间 成青惊喜地大叫一声 众人二话不说地 往他所说的方向赶去 必须要快 我感觉到宝物的气息在移动 成青黑漆漆的眼眸 透露出脚侠之意 故意这样一说全速飞行 韩思明等人也很焦急 一支队伍前后拉成一条直线 因为每个人飞行的速度不一样 成青想要的是出现掉队的情况 掉队之人自然要是江臣 到那时就算是追上来 成青也要狠狠挖苦几具 最好把他从队伍中踢出去 飞了一会儿 成青回头一看 顿时洗上煤烧 原来在队伍的后面 没见到江臣的身影 肯定是落在后面 不仅是因为他带着一大包东西 还有境界的因素 怎么了 韩思明飞到他身边 不解问道 有个家伙掉队了 要不要停下来呀 成青大声道 毫无疑问 其他人是不愿意等的 韩思明紧住着眉头 试探性的问道 你说的是江臣吗 是啊 韩思明苦笑一声 指着前面道 他一直飞在我们最前面的 什么 成青无法相信 可他目视前方 果然就看到江臣背着 一个大包的身影 他什么时候到前面去的 成青不解道 韩思明还没回答 前面传来江臣的声音 你一直关注着后面 自然不会看到前面 撤腹 成青银牙紧咬 很不甘心 快点吧 不然宝物都要被别人拿走了 偏偏江臣还继续说道 成青气得不轻 拼了命追上去 却连和江臣并肩都坐不到 还好 等到他们到的时候 还真有人抢先一步 一时间 成青都不知道该庆幸还是愤怒 一座依山而建的皇宫 位于山腰处的悬崖里面 有明显被破坏的痕迹 而且在山崖上还躺着有人 江臣 那是你们英雄殿的人 韩思明看了几眼说道 江臣落在山崖上 发现还真是 三具尸体都是英雄殿的弟子 是高手 江臣查看他们身上的伤口 脸色凝重 都是被瞬间杀死 他们的灵气也没出动 看他们膝盖上的尘土 死前还下跪过 但杀人者依然选择杀死三个实力 明显不如自己 也没反抗的人 江臣立马想到 邪云殿的人 天哪 这个人是凤绝尘 韩思明的队伍中 有人认出其中一具尸体 队伍中的其他人 从皇宫中出来 满脸疑惑 江臣也从山脚飞上来 三具尸体已经下葬 同门一场 没有交集 也没有仇恨 曾臣 曾经感受到 宝物在一个方向 应该就是这皇宫中的 意味着是那凶手 韩思明说道 听到这话 队伍中的其他人 恨不得现在赶去 不过 他们很快反应过来 别人截足先登 是没办法的事情 再去索要 那就是抢 他们拉不下面子做这事 不过 那个人杀死三名英雄殿的弟子 江臣可以以此为由找过去 到时候 江臣身为队伍一员 他们当然要帮忙 那人死后 宝物就成为无主之物 一切都可以名正言顺 你感应到宝物的方法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江臣没有给予表态 也不见有任何恨意 在一定范围之内 能感应到静止不动 但蕴含强大能量的东西 成青不耐说道 现在那人是停下了 可只要一动 我立马失去感应 超出范围 就什么都没了 听他这样说 其他人都很焦急 我和他们无亲无故 不会因为宝物 装作要报血海深仇 江臣说道 你不会是怕了吧 有我们在啊 成青不信这说法 与其带着深深抱怨 江臣只是看了他一眼 目光如炬 令他身体的肌肉都僵硬起来 嘴巴牢牢闭上 但作为英雄殿的一员 我必须要为他们报仇 那就走啊 有人不明白 他为什么还要说这么多 事先说好 只能由我自己动手 江臣说出 为什么还在这里 耽误时间的原因 韩思明听懂了他的意思 道 我明白了 可风绝尘都惨死于那家伙 会不会有点勉强 其他队员慢了一排 没想到江臣还在纠结这个 都不知该说什么 队长 我们就先带他去 到时候他不行 我们再上 成青传音道 好 韩思明接受这个提议 一句话分别答应两个人 紧接着 队伍在成青带领下继续前进 你们说 他是不是想着独屯宝物啊 要一个人出手 有道理 世上哪有这样纯粹的人 可他连风绝尘都比不上 如何对付能轻易杀死 风绝尘的人 嘿嘿嘿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队伍的人通过神识传音交流着 那充满调侃的目光 有意无意落在江臣身上 只有韩思明知道 江臣之所以这样做 就如他说的一样 他更强了 进入密藏前 江臣的境界还才是三重天 现在变成五重天 三天时间 这么大的变化 自然是密藏的功劳 或者他真的有可能做到 没多久 一行人来到一处大瀑布 在急流中的一块大石上 有个青年正又在躺在那儿 嘴里叼着一根青草 他仿佛没发现队伍的到来 没正眼去看 你们打扰我的午休 想好要付出什么代价了吗 但在队伍采取下一步行动的时候 青年突然开口 依然没有看向众人 眼睛微闭着 你不是仙云店的 为什么要杀刚才英雄店的人 韩思明问道 因为他们没回答我问题 青年坐起身来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些人道 这样说来 你们是英雄店的人咯 不算全是 江臣来到众人面前开口道 那我就问一个 他们没有回答上来的问题 青年笑道 韩思明等人心里一紧 毫无疑问 如果回答不上来 这个人就要开杀 尽管青年还是懒洋洋的样子 可无形中的压迫感 已经叫人受不了 什么问题 江臣说道 很难相信 江臣还能坦然面对平静道 你们的江臣在哪儿 青年问出一个 对韩思明等人来说 非常震惊的问题 当着江臣的面 问江臣在哪儿 明显并不相识 可这份执着的杀念又是怎么回事 你因为这个问题杀死刚才的三个人 江臣冷冷道 看来你是知道问题的答案 青年兴趣更浓 已经站起身来 确实 我知道他在哪儿 江臣说道 告诉我 我就大发慈悲的 放你们一命 青年说话时 双眼涌现出精芒 成青等人就连呼吸都感到困难 我就是 江臣说道 青年眼睛一眯道 你说你就是江臣 是的 是你杀死玉池红的 青年又问道 原来他就是玉池三节之一 将江臣当成猎杀目标 和其他人竞争的玉池天 听到这里的韩思明 也明白了怎么回事 你是玉池家的 江臣问道 哈哈哈哈 青年没有回答 反而纵声大笑 气势逼人 千丈瀑布 因此倒流停止 直到笑声落下 银龙才狠狠冲撞而下 我找你三天三夜 没想到你自己跑到我面前来 我该说什么好呢 玉池天说道 那你可要好好想清楚 江臣说道 因为那会是你的遗言 哟 玉池天怪叫一声 表情做做夸张 可带给人那份压迫感 却是越来越强烈 在江臣身后的等人 除了韩思明 都不由自主后退 江臣 他的实力远朝预料 一起出手吧 韩思明不敢有丝毫大意 不用 我一个人 江臣依然执意来时的决定 韩思明不太放心 但被澄清拦住 他说道 队长 既然他一定要这样 就让他去 也好让我们摸清 这家伙有什么本事 这次他不是用传音 而是大大方方说出来 因为他觉得 江臣合不合作 都无所谓 看来 你的队友对你不放心啊 玉池天讽刺道 这就是你想好的遗言吗 玉池天笑容微微收敛 怒意悄然流露 他道 玉池弘 应该是被你这张嘴 说死的吧 你很快就会亲身体会到 他是怎么死的 你这样嘴硬的人 我见过太多 在我把你打倒的时候 都会痛哭流涕 求我饶恕 玉池天说道 但你刚才的话 不可饶恕 真是故作姿态 叫人作呕 刚才我英雄殿的三个弟子 刀剪不出鞘 跪在地上向你求饶 你依然无缘无故杀他们 江臣不仅没有震住 反而身上的锋芒越来越凌厉 被直接揭穿的玉池天有些尴尬 用冷笑来掩饰 小心 后面的韩思明急忙提醒道 只见玉池天双手张开往上抬 瀑布的水在变化 声势浩大 逆流翻滚 下一秒 玉池天双手合一 手掌发出清脆的掌声 汹涌的怒涛化为两头水龙席卷向江臣 不好 韩思明看出水龙的冲击力和杀伤力脸色大变 这一招展现出来的功力深厚 和他不相上下 做好准备 警察部队立马上去 韩思明传音吩咐道 然而 成青等人意志消沉 满脸畏惧 都被玉池天表现出来的实力吓道 水龙横空而过 上下翻滚 水面散发出一层银色光辉 一剑破万法 在水龙将自己吞没前 江臣挥出一剑 赤小剑从两头水龙中间斩下 长虹般的剑芒仿佛是要离天 锋芒落下时 水花废舞 怒龙咆哮 四剑的能量肆虐在空中 离得就近的成青等人胸口发闷脸色苍白 在韩思明的命令下 一退再退 好强 在退到压力之外的范围后 成青不由脱口而出 他不只是说玉池天 还有江臣 江臣是主要目标 承受的压力 不是他们这些受到波及的人能相比 可他屹立不动 人和手中的剑形成一个三角 形成护盾 有两下子吗 玉池天也很意外 在水龙要散开前 双脚发力 脚下的岩石破碎成大 人如利剑般冲到水龙中 水龙被一剑破坏 伴随着他的到来 彻底失去形状 但反而在空中形成一片水域 把他和江臣包在里面 不好 韩思明意识不妙 这玉池天明显是水之意境大成啊 在水域中 江臣完全被克制 江臣功力挡住要淹没自己的水 而玉池天在水中宛如鱼而游动 一双拳头蓄势待发 出拳的时候 拳进和水浪喷涌而出 江臣知道 继续下去 对自己不利 体内天凤真血沸腾起来 无穷无尽的烈焰涌出 快速蒸发着水域 他竟然还掌握这么高的火之意境 韩思明非常意外 在他的观察下 他知道江臣擅长的是 风金两种意境武学 可是现在表现出来的火之意境 要比金之意境还高 不过 这不明智啊 水克火 江臣通过烈火蒸发水域 消耗非常大 战斗经验不足吧 韩思明想到 毕竟江臣还年轻 如果是他的话 会用烈火突围出去 你境界比我低 功力比我弱 然而你还比我蠢 欲迟天也发现这点 嘴角浮现出一丝弧度 传音一句 他冲到江臣十米范围之内 双拳不断轰出 随着他那恐怖的泉劲 水域中形成一股绞杀漩涡 以江臣为中心不断壮大 江臣的烈焰被浇灭 隔绝水流的气道 宛如鸡蛋壳 开始一丝丝破裂 看到没有 水克火 我只需要轻轻发力 你就不行了 欲迟天仿佛已经看到 江臣凄惨的下场 水克火 那么 什么克水呢 江臣反问一句 神情根本不像大祸临头的样子 在欲迟天奇怪的时候 江臣突然车掉气道 顿时水流将他吞噬 绞杀之力要撕裂他的身体 雷轻尸架 雷河全开 江臣怒吓一声 体内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蟒蛇般粗大的电芒 在水域中闪耀而出 砰 欲迟天脸色大变 想要后退 结果身子不受控制 接着开始剧烈抽搐 刹那剑法低势 江臣眼神一宁 使出杀招 尽管是在水中 速度依然不减 急驰而去 只是这一次 在水中留下剑痕 不像是先前别人眼睛都跟不上 就结束 但是 也只有韩思明的境界 才能看清楚剑痕 其他人只能看到水浪剧烈翻滚着 鬼神甲 挨了几剑后 欲迟天勉强反应过来 施展出欲迟家的看家本事 同时心念一动 所有的水哗啦啦落下 怎么 怕了吗 面对鬼神甲 江臣终止自己的剑招 嘲弄道 两人的头发都被打湿 但欲迟天要显得更加狼狈 脸色苍白 鲜血从鬼神甲中流出 你的实力 怎么会起成这样快 欲迟天开始拖延时间 问话的时候 给自己服下恢复的灵丹 他的问题 也是韩思明等人想要问的 就刚才那会儿功夫 江臣表现出来的实力 几乎可以冲刺 甲级升龙榜前五十名 这让一路上冷嘲热讽的 陈青和其他几个人 脸颊火辣辣疼 就好像被狠狠扇了一巴掌 是你太弱了 江臣也服下大量的恢复灵丹 在密藏中战斗非常费力 不过他也明白了 为什么说境界力量 是衡量一个人最大的参考标准 因为境界力量是一切的本源 无论是神力 龙力 奉血之力 都离不开自身 境界的提升 使得他和欲迟天战斗的时候 得心应收 鬼神架的坚硬程度 是和人的实力挂钩的 不要以为你能破开欲迟红的 就认为自己稳赢 更不要以为我会像欲迟红那样 连你一脚都摸不到 欲迟天没有认输 杀意依然强烈 刚才不过是持了雷电的亏 他的鬼神甲 能让他有十足的把握斩杀江臣 江臣 他施展出鬼神甲 已经输了 我们连手吧 韩思明提议道 输 我会输 少在这开玩笑 欲迟天不认同这说法 多谢好意 不过 我能破掉他的鬼神甲 江臣婉拒韩思明 将赤销剑收入敲钟 你要破掉我鬼神甲 你要怎么破呀 欲迟天仿佛听到天大笑话 充满着讽刺 很简单 江臣神秘一笑 拿出一把弓来 法器 见到此物 欲迟天瞳孔猛的一缩 身子颤抖了一下 追星宫 怎么会出现在他手上 韩思明等人 也是没想到 这把弓会在江臣手中 追星宫 邪云殿魔星长老的法器 外出从不离身 射杀过不少竞敌啊 邪云殿的灵器 竟然会出现在英雄殿弟子的手中 也不怪 韩思明等人会这样吃惊 但无论如何 拥有法器的江臣 战力大幅度提升 都快比得上韩思明 我们竟然还笑他是队伍中最弱的 有人嘀咕一句 让身边的人脸色变化不定 不少人看向成青 想要知道他在想什么 成青背齿紧咬着红唇 尽管心中充满着羞愧和难堪 可他却是被江臣吸引 黑发飘逸 俊逸的面旁 也不像刚才那样讨厌 神情专注认真 深邃的眼眸沉着镇静 有种叫人心安的魅力 一如他的剑里般 年纪轻轻的江臣 展现出过人实力 对他的偏见自然烟消云散 此时江臣搭上追星剑 瞄准着玉池天拉动弓弦 这次的 玉池天可不会老老实实的 当一个火把子 朝着江臣冲过去 可没出几十米 他感受到弓弦与箭矢中凝聚的力量 吓了一大跳 算你狠 玉池天落在地上 朝着山林中跑去 风驰电车快到没影 又有障碍物掩护 追星剑很有可能落空 江臣摒弃凝神 没有放弃 剑矢所指的方向在移动着 弓弦跳动 追星剑破空而去 几乎是光芒闪烁一下 命中瞄准的目标 追星剑落入的那片山林 被毁得彻彻底底 仿佛一只恐怖大手将那一块捏碎 江臣和韩思明等人赶过去 就看见玉池天躺在黄色的泥土中 鬼神甲已经解体 追星剑射中他的腹部 一眼想好了吗 江臣一步步上前 赤销剑剑盲涌涌动 要不是用法器 你早就死了 玉池天极度不甘心 觉得自己败得可惜 你静静高我两重天 又换出鬼神甲 现在你来和我说不公平 江臣摇了摇头 语气中充满着鄙 你 玉池天还要说什么 但江臣不给机会 赤销剑刺出断去他的生计 跟来的韩思明和队伍 其他人看到这一幕神情一变 这样果断直接 显然也是经常杀戮之人 再想到他的实力 这些嘲讽过江臣的人 感到互怕 江臣 你的成长速度太可怕了 韩思明是众人中最惊讶的 因为他清楚江臣之前 他的武学被我克制 鬼神甲又被我追星攻克 江臣把剑身上的鲜血擦掉 再输入窍中 话不能这样说 你能杀死封绝尘 实力最低是假吉声容榜 第七十九 你的名次又提示二十个 说不定下一次你就会直接冲刺前五十 韩思明说到这里 突然想到之前两人说过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是被江臣作为前五十名次的挑战目标 如果真的那样 甚至落败 他不会生气 反而觉得是一种荣幸 你今年多大 成青神色复杂地走过来 向江臣问道 十九 那岂不是二十岁都不到 成青惊呼道 他不知道江臣十九岁还没满 严格说起来 还才十八岁 其他人得知江臣的年龄 心里又是一惊 以江臣的年龄 冲刺到生龙榜榜首都不是没可能的 他们对江臣的兴趣 甚至超过玉池田身上的宝物 直到江臣开始在尸体上收刮 才提醒他们这点 江臣找到一个玉镯子 是储物的灵器 里面的空间是他纳戒的树被 此时被密藏的宝物占据了一半 大量的炎龙晶石和神龙珠 江臣看向韩思明 对方也向他看过来 都想到同一点 那就是宝物该如何分配 玉池田的实力 就算我和他打起来也很吃力 因为他的水域很限制我的武学 鬼神甲我更是没办法 韩思明说道 所以我们拿十分之一 剩下的闺蜜 听到这话 成青等人都很激动 对江臣敬佩一回事 分这么少 又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想到刚才自己战斗时候的表现 都承受不住波及 什么忙都没帮上 如果不是江臣 他们要杀死玉池田 还是有可能的 但要付出的代价将会是惨重的 根据宝物的数量 十分之一 已经不少 江臣没有意见 他也是依靠着成青 才能找到这人 甚至 韩思明如果要平分的话 他都会答应 只是 那样之后 他就会和队伍分道扬镳 现在自然是继续组队 他把玉池田的玉镯子 戴在手上 将一直扛着的大袋子 给塞进去 与此同时 在密藏的另外一边 正有一支队伍 占据着一座山峰 他们分得很散 形成一个警戒范围 不让外人靠近 在山峰的里面 不时传来惨叫声 说不说 你和江臣到底什么关系 墨剑飞挥动着手中铁棒 击打在被问话之人的后背 发出惨叫的 是和江臣分开的冷吹血 他是英雄殿 我是咸云殿 有什么关系 冷吹血已经伤痕累累 被严刑拷问的他 说话也是有其无力 那为什么他会放你离开 墨剑飞根本不信 铁棒落下 冷吹血惨叫一声骂道 因为他讲信用 你找死 墨剑飞最停不得这话 怒气冲冲 铁棒高高举起 够了 一个声音传来 墨剑飞立马放下手臂 朝着来人恭敬叫道 林师兄 林金宇轻轻点了点头 蹲在冷吹血身前道 你被他伤害挟持 这个时候 你不应该拖他下水吗 为何竭力为他证明清白 原来 墨剑飞在被江臣喝退后 终于和林金宇的建盟队伍会合 之后又遇上冷吹血 林金宇亲自出手将其拿下 冷吹血放声大笑 哪怕是咳出血来还在笑 我明白了 你们是想找到攻击江臣的理由 来夺他的宝物 冷吹血嘲讽道 林金宇微微一笑 传音道 你竟然和江臣无亲无故